好那接下来我再先讲这一题 这一题呢叫做三街 这两天如果你们有看电视新闻 有没有看到说总统三天 两三天以前有一个新闻 说总统去第三街收站去看藻礁 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有看到了举手 好这两天有看新闻的 好总统去哪里呢 去三街 大家最近是不是经常在新闻里面 还是正论节目看到三街 听到三街 可是什么是三街 你们知道吗 知道三街的人举手 三街有一些人知道 有一些人不知道 这个很正常 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如果你听到三街 你觉得你不知道是什么很正常 坦白跟大家说 我的妈妈前几天跟我说 古达斯你很忙 你都跑来跑去 我都看不到你 你到底在忙什么 总统也在讲三街 你也在讲三街 副总统也在讲三街 三街是什么 我先跟大家解释三街是什么 第一个有三就有一二 三街就是第三座台湾第三座用天然气发电的电厂 所以叫做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所以要跟大家说有三是不是有一二 台湾已经有第一座天然气接收站 用天然气发电的电厂已经在发电 已经在发电 在高雄 第一天然气接收站叫一街 也有第二座天然气接收站 也有第二座第二天然气接收站 已经发电了 在台中叫二街 所以大家知道 原来现在要盖的 大家一直在吵的三街 就是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要盖在桃园靠海的地方 叫做大潭 在大潭的海边 这个就是三街 我先讲到这边 三街的意思现在大家有没有了解 这个就是第三座台湾 历史上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 讲到这边我要先问大家 为什么要盖三街 先不讲为什么大家反对 先讲为什么大家要盖三街 第一个 先请问大家 我们全花莲用的电 是哪里发电 大家知道吗 是不是花莲在地发的电 不是哦 我们全花莲发的电 是台湾的中部跟南部发的电哦 我们花莲人自己没有电厂 没有在发电给我们自己用 我们每天每天吃的电 都是从台湾的中部南部来的 都是靠台电的这个配电的系统 穿安山月饼 从能高的系统配电过来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要盖三街 台湾的北部 人很多 工业区很多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桃园新北 台北上班 这里很多人 很多工业区 科学园区 但是台湾的北部 每一年只产出 台湾全国需要的35%的电 可是台湾北部 却需要全台湾40%的电 给人 给工业区来用 也就是说 北部自己生的电 不够他自己用 北部人每天吃中部跟南部的电 现在再加上你们已经知道 长久以来花莲也吃 台湾的中部跟南部的电 所以台湾需要电 台湾需要盖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 来用电 这是我们要盖的原因 而且是从国民党时代 到民进党时代 大家都同意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不是在选人 不是在选党 就是论事 公投就是这么理性 很好 国民党时代也知道 要盖天然气接收站 但是现在出现问题 为什么要公投 为什么有人反对 原来是有环保团体说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要盖在海边 但是呢 他盖的位置不对 原来在那边 那边有天然的藻礁 很珍贵 藻礁的绑炸的话 叫做 嘎啦 我们那个重谷 发东重谷线比较少人用嘎啦 但是海线比较有 就是那些礁石 那大家现在看刚才那个台湾的图 我现在把它转过来 这边是台湾海峡 这里是台北 这里是台中 国民党时代已经规划 民进党时代完全认同 因为我们需要电 唯一的差别是哪里 国民党时代规划的范围比较大 两百三十二公顷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他的范围很大 环保团体就说 不行 你看藻礁在这边 海洋生态很重要 你们的三阶 接收站的规划 伤害了藻礁 所以我不支持 好 一年两年过去 好 刚好2016年换总统 刚好换了一个总统 那刚好这个总统呢 我们的确是认为 如果我们爱台湾 爱土地 爱地球 爱海洋 所以我们的政党是 的确是想说 好 那我们要两全 我们听进去环保团体的话 我们要保护藻礁 可以有一个妥协的方法 我们跟环保团体说 你退一步 我退一步 那我们不要把三阶盖在藻礁 但是把黄色的部分 是我们缩小的范围 以前国民党时代化很大 但是现在换蔡总统以后 我们化小一点 把三阶天然气接收站的范围缩小 本来232公顷 现在在海边23公顷就好 缩小范围 各退一步 我们合作 又保护藻礁 又来发电 环保团体说 我不要 我不接受 我们的政府说 我们了解 这不是最完美的状况 我们还是各退一步 互相合作 环保团体从一年多以前 就坚持说 我不要 我不接受 因为我只要100分的答案卷 我寸土不让 总统到三天前 又来这里哦 你们刚才说你们有看到新闻 三天前总统自己又来这边 大潭电厂 跟大家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三阶没有盖在藻礁上 第二件就是说拜托大家 三阶的发电 我们要盖三阶 幻保团体还是说 我不接受 我只接受100分的答案卷 我寸土不让 我不妥协 讲到这边 政府的立场真的是摇头 我们只好说我们不同意 你们看这一个公投的那个票 你们如果12月18号去拿 你会看到上面这样写哦 上面写说 你是否同意中游第三天燃气接收站 第三天燃气接收站 就是我刚才讲的三间 第三天燃气接收站 千离桃园大潭藻礁海岸其海域 关键字重点就是千离 这个题目说政府要马上千离 千离代表什么 千离代表你现在搬走 千离代表从国民党时代 就已经盖到现在 已经快要完工的设备 马上停工 千离代表说不准发电 千离代表 他们不妥协不接受 所以在这一题 总统副总统 报告我自己 我们的立场是说 我们还是要回作 已经各推一步 我们希望三阶要发电 所以这一题说 三阶天燃气接收站要千离 我们就不同意 这是政府不同意的原因 我解释到这里 这一题大家有没有清楚 大家有清楚哦 好 这一题讲话呢 我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观看